女孩因为超高的杀人天分 被一再看上沦为杀人机器 靠近她的人似乎都只想把她当成工具 甚至婚礼当场也要被喊走杀人 以恶之恶的结果会是什么 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恶女之后 等待她的又会是什么呢 舒西有一个深爱自己的父亲 一天父亲因为意外 得到了一颗价值连城的宝石 这也成了父女俩悲剧生活的开始 父亲的好友大壮 待人在一个深夜摸进了舒西的家里 听到声响 小小的舒西连忙躲到床底下 父亲被大壮一伙人控制住 活活用石锤锤死 床底的舒西看到父亲 笔直地倒在自己眼前 四目相对之间 舒西强忍着恐惧和悲痛 不敢哭出声 这伙人很快就将父亲拖出了房间 没等舒西悬着的心放下 大壮提着铁锤又走了回来 大壮将舒西迈给了一个猥琐的中年男人 面对比自己小了几轮的舒西 男人毫无怜悯之心 就在他脱了衣服 准备行周公之礼时 窗外传来了一点动静 男人举枪慢慢走过去 一个黑影突然出现 舒西捡起掉落的手枪 一枪击中了匆匆赶来的男人同伙 黑影名叫中尚 是一个杀手组织的黑老大 小小年纪的舒西 表现出的冷静 让中尚眼前一亮 他决定把舒西带回去 好好培养 舒西果然没有让他失望 哪怕是和比自己大很多的男人 进行装枪比赛 他也能遥遥领先 看着死在舒西枪下的男人 中尚知道 舒西的未来不可限量 除了枪法的练习 中尚还会训练舒西的逃生能力 他让舒西和其他杀手们 一起绑着沙包沉入水底 时间到了 中尚扔下长刀 让大家割断麻绳逃生 等大家都成功上岸后 中尚扫尸一圈 没有找到舒西 担心他有不测 中尚慌忙跳下水去救他 舒西似乎已经昏迷 中尚连忙把他抱上岸做人工呼吸 原来调皮的舒西是在故意逗他 在中尚日复一日的训练下 舒西成了一个身手了得的女杀手 她为父亲报仇的决心也愈加强烈 功夫不负有心人 舒西终于发现了大壮的踪迹 很显然 这是大壮的圈套 令舒西没想到的是 大壮否认自己是杀害他父亲的凶手 大壮让小弟去门口看看 随之几秒之后 小弟就领了盒饭 大壮惊了 带人缓缓朝门口走去 中尚却在此时从天而降 中尚随手拖过身边的一个小黑 给自己当肉盾 他躲在小黑后面回击 很快就把场面收拾干净了 大壮和中尚同时瞄准了对方 最终还是中尚技高一筹 中尚把舒西救了出来 筋疲力竭的舒西已经沉沉睡去 回去的路上 中尚买下了一条白色纱裙 睡醒的舒西看到纱裙爱不释手 立刻穿上了他 穿着纱裙的舒西美好又纯洁 中尚看得有些出神 舒西知道 自己早已深深爱上了中尚 提出可以和他一起生活 愿意放弃为父报仇的念头 最终舒西如愿穿着这件纱裙 嫁给了中尚 婚礼结束后 两人一起出发去首尔度蜜月 但是相对于兴奋的舒西 中尚却表现得很冷漠 落地后 两人一起去了一家西餐厅吃牛排 中尚在接了一个电话后 面色突然凝重起来 原来是一起来的小弟春木被人抓走了 尽管担心的舒西百般阻拦 但中尚仍执意要去救他 噩耗在不久后传来 春木带回了 已经被砍得面目全非的中尚 当得知对方同时也是杀父仇人 舒西的内心更加愤怒 他在春木的指示下 到了一座大楼 从大厅开始 舒西就开启了死神模式 他遇神杀神 遇佛杀佛 手枪尖刀轮番耍了个遍 很快 阴暗的走廊里 横七竖八全是尸体 复仇的决心驱使他继续往前 舒西又进了一间健身房 里面全是五大三粗的男人 但他们根本进不了舒西的身 手起刀落间 这些人纷纷被放倒 一个西装男趁舒西不备 推他撞上一面巨大的镜子 接着掐住他的脖子 举起来又扔到地上 舒西用哑铃狠狠捶打男人的双腿后 又用麻绳套住了他的头 接着飞身跳出了窗户 舒西被带回了警局 警察们凑在一起围观 他刚刚的屠杀录像 这一个人堪比一个连的战斗力 把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 说话的女人是全部长 他训练了一支彪悍凶残的女子特工队 全部长有了把舒西收入麾下的想法 一觉睡醒后 舒西发现自己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 空调出风口呼呼地吹着风 舒西有些好奇 站起来深吸了一口后就又昏迷倒下 几个全副武装的人进来 将舒西抬上了手术台 舒西被安排做了一个全方位的整容手术 第二天 空调出风口再次悄悄开始工作 正在吃饭的舒西很快趴在了桌上 男人们顾忌虫师想要带走舒西 谁知 这次昏迷只是假象 舒西三两下就把几个人全部放倒 舒西发现这里密密麻麻全是房间 她每次打开门后 就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先是进入了一个舞蹈房 看着突然闯入的舒西 这些女人好像丝毫不意外 继续排练 舒西又跌跌撞撞进了一个厨房 一个女人故意踢腿绊倒了舒西 大家七嘴八舌 奉劝舒西放弃抵抗 但是一声反骨的舒西 怎么可能听进去 他们又进了一间化妆间 照例收获了很多白眼 舒西逼问男人出口在哪里 没等男人说话 坐在角落里的全部长 突然站了起来 全部长打开一个暗门 带着舒西两人去了一个天台 告诉他 从天台跳下去 才是唯一能逃走的路 舒西有些迟疑 全部长二话不说先做了示范 看着对方安全落地 舒西多了一份信心 舒西在醒来时 身边已经围满了举着手枪的男人 全部长站在高处 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把他带回了房间 将一份报纸放在他面前 报纸上是一场子虚乌有的车祸 舒西成了已经死去的人 全部长承诺 只要加入自己的组织 舒西就能死而复生 可对舒西来说 这个世界已没有任何牵挂 生和死早已没有了意义 全部长似乎早已预想到 他拿出了一张必烧单 舒西久久地凝视着报告单 平复了一下心情后 问全部长自己需要做什么 舒西开始了自己在特工组的生活 与其说这里是特工组织 不如说是一所项目良多的培训学校 他们不仅需要学习刀枪棍棒等各种武器 还要学习包括化妆 化剧 厨艺在内的五花八门的课程 这是为了保证他们出去之后 有份正常的工作可以隐藏自己 但是舒西的所有天分 似乎都被用在了打打杀杀上 不止饭做的一言难尽 装化的也让人不忍直视 不过很快 舒西就发现自己对话剧表演兴趣浓厚 她日复一日的沉迷其中 时间一天天都过去了 在一次话剧演出时 女儿恩惠没有预兆地来报到了 当把这个小生命抱在手上 舒西发誓一定要好好保护她 产后没多久 舒西继续来特工组上课 这天的课程是棍棒 四头精善故意找茬 去欺负班里最弱小的敏珠 实则是想逼着公认最强的舒西 和自己过招 记挂着幼女 舒西不想招惹是非 转身就走 来而不往非理也 舒西捡起敏珠身边的木棍 谁知精善完全就是个纸老虎 舒西刚热了个身 她就已经招架不住 倒在了地上 事后 敏珠很是感谢舒西的仗义出手 两人成为了好朋友 看到舒西的能力已经很成熟 全部长将一个文件带递给她 女儿恩惠默默走到舒西身边 为了把她带出去好好生活 舒西决定接下任务 这次的任务是去刺杀一个财阀会长 舒西趁着夜色前进了会长家里 她悄悄推开房门 会长已经有所察觉退到了门后 两人挥舞着长刀 开始在楼梯上打斗 因为力量不敌 舒西最终被推下了楼梯 保镖们听到声音赶了过来 舒西急忙出门骑上摩托车离开 保镖立刻跟上 一群人开始在马路上亡命狂飙 他们将舒西围在中间 用长刀攻击她 舒西矫健的躲过锐利的刀锋 男人们一个个被刺中摔下了车 幸存的几个依旧穷追不舍 舒西只能带着他们继续游走在车流里 刚摆平了摩托大军 警车就立刻接棒赶到 被前后夹击的舒西决定铤而走险 她一脚油门 摩托车冲出了大桥 最终 死里逃生的舒西回到了特工组 全部长兑现承诺 舒西终于可以带着恩惠离开这里了 正在沉练的敏珠 赶过来和舒西告别 全部长给舒西戴上眼罩 将她送到了目的地 看着眼前的公寓楼 舒西有点出神 全部长递给她新身份的资料 舒西有了新的名字 身份也变成了一名话剧演员 舒西带着恩惠和全部长道别后上了楼 很快 一个神秘的男人也出现在了楼下 男人名叫贤珠 也是今天刚搬来的新住户 贤珠搬着两个大箱子 故意在电梯里撞到舒西母女 两人的东西都撒了一 贤珠则趁机将自己的一个相框塞到了舒西的箱子里 面对着不断搭讪的贤珠 舒西很是警惕不愿多搭理 令舒西没想到的是 贤珠竟就住在自己隔壁 拒绝闲聊的舒西 一进家门就狠狠关上了大门 并给全部长打去电话 她觉得自己和贤珠的一切过于巧合 希望全部长能帮自己调查一下贤珠的底细 只是舒西不知道的是 她的一举一动都在全部长的监视之下 和舒西想的一样贤珠的出现确实不是意外 她是全部长特意安排过来接近舒西的 舒西的电话刚挂 自信的贤珠就给全部长拨了过来 她对自己刚刚的表现很是满意 认为舒西对自己的印象一定不错 舒西整理东西时 发现了贤珠的照片 特意过来还给她 照片上是贤珠和一个陌生的女人 她告诉舒西 女人是自己因意外去世的老婆 舒西有点不忍心地出言安慰 两人总算是破冰成功 可能是一直没有父亲的陪伴 恩惠对贤珠很是依赖 看着开心的恩惠 舒西也慢慢从心底里接受了贤珠 这天她郑重地邀请贤珠 来看自己演出的话剧 演出结束后 贤珠拉着舒西开始表白 舒西感觉自己也在一天天的相处里 对贤珠产生了感情 两人一起回家躺在了床上 舒西的电话这时突然响了起来 果然是新一轮的任务 舒西借口是剧团同事有事 委托贤珠帮忙照顾一下恩惠 看着舒西离开的背影 贤珠的内心十分复杂 舒西惊讶地发现 这次任务的搭档竟然是敏珠 敏珠也终于要学成毕业 这次任务就是她的毕业考 两人画上了精致的妆容 坐在了两个男人的饭局上 这次的任务是拿到男人们手机里的资料 男人们吃着吃着就开始不老实 躲进卫生间 迅速复制里面的信息后 她赫然发现 舒西已经被劫持 男人威逼舒西交出手机 敏珠快速抢过刀 开始和舒西并肩战斗 两人的默契配合 终于让舒西找到机会 仇恨瞬间充满了舒西的大脑 分分钟给男人交互 扶着重伤的敏珠出来时 全部长已经来了 冷漠无视冰死的敏珠 只在乎资料的传输 因为传输出问题 坚持要先回总部 敏珠惨烈地对着舒西笑了一下 歪头领了盒饭 伤心的舒西回了家 贤珠和恩惠已经睡熟 她躲进浴室 借着水流声开始哭泣 贤珠不知何时醒了过来 走过来温柔地抚摸舒西 第二天一早 舒西走到了贤珠身边 昨晚敏珠被杀 让她深刻意识到身为杀手的无常 她对贤珠强调 自己是不值得的人 不希望贤珠 站在自己身上浪费时间 面对着如此真诚的贤珠 舒西决定嫁给她 当她把这个消息告诉全部长时 全部长似乎并不意外 还承诺 会帮两人准备好婚礼的一切 在婚礼的现场 舒西看到了久违的金扇 金扇似乎感受不到自己的不受欢迎 拿起手机 就要和舒西合照 这时 全部长的电话打了进来 马桶里已经藏好了一把拆开的狙击枪 舒西三下午除二将枪组装好 架上窗口准备狙击 混乱中 舒西再次放枪 钟上也看到了她 看到舒西的恶然 全部长命令她继续开枪 此时的舒西 却只关心对方的身份 这时有人过来敲门 舒西这才想起 这是自己的婚礼现场 她匆匆藏好枪 简单调整一下之后走了出来 舒西努力藏好心事 在推杯幻展之间 和闲珠结尾了夫妻 钟上很快就找到了开枪的卫生间 她让小弟们调取监控 很快就锁定了舒西 因为舒西已经整了容 钟上并没有第一时间认出她 这时负责调查婚礼的小弟 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 小弟们调查出了 舒西话剧演员的身份 钟上去剧场看她的演出 从语气到神态 她总觉得和舒西似曾相识 演出结束后 钟上尾随着贤猪和舒西 去了一间餐厅 趁着贤猪出门打电话的时间 钟上坐到了舒西对面 面对死而复生的钟上 舒西努力地保持镇定 两人刚说几句 钟上就明确了自己内心的猜测 她就是舒西 不过既然她想要干掉自己 钟上也没有手软 她把藏在桌子下的枪口 对准了舒西 舒西很快意识到了危险 她暗示自己只是棋子 想杀她的另有棋人 看来想要找到背后的人 这一出戏还得接着演下去 钟上扬装自己认错了人 起身告辞 与此同时 贤猪正躲在卫生间里 和全部长打电话 她看出了舒西的痛苦 希望全部长可以放过她 全部长提醒贤猪 她和舒西结婚 不过就是任务 剩下的和她无关 得知了舒西竟和钟上私下见面 全部长愤怒地找到了她 未免再出差错 全部长将谋杀钟上的任务 转交给金扇 看着金扇在一旁安装炸弹 一想到自己爱过的男人就要被杀 舒西忍不住开始为钟上担心 这时有人送了一束花到后台来 送花的人正是钟上 他自称是舒西的粉丝 将一个U盘藏在了花束里面 U盘里是那一通 贤猪和全部长的电话录音 当得知贤猪一步步地靠近自己和恩惠 努力让自己爱上她 都不过是蓄谋已久的阴谋 舒西感觉五雷轰顶 不过现在这不是最重要的 舒西想办法联系上了钟上 她告诉钟上 金扇正在赶去杀她的路上 当金扇赶到时 钟上的小弟们已经全部武装 全部长很快就查出 是舒西泻的密 连夜带人把她抓回警局 谁知车开在半路上 一辆摩托突然从对象撞了过来 司机急忙下车查看情况 却被一枪干掉 全部长立刻拿出枪 准备和男人血拼 一辆车突然出现在另一侧 车上的男人对着全部长不断射击 眼见对方人越来越多 受伤的全部长汽车逃走了 来人正是钟上 她解开了舒西手上的手铐 舒西着急想要回家看看 她现在只想确保恩惠的安全 钟上把车开到了舒西家楼下 贤猪抱着恩惠一起坠落在地面上 两人在舒西的眼前咽了气 舒西认定 背后的主谋一定是全部长 抓起手枪就找了过去 全部长坐在监控室里 否认这件事与自己有关 监控里面 贤猪抱着恩惠一起回家 没想到的是 钟上的小弟们早已等在了屋子里 贤猪被一棍子打倒在地 他大声告诉他们 恩惠是钟上的孩子 小弟们愣住 只好给钟上打电话 被贤猪一把抢过 贤猪怎么也不会想到 钟上竟要对自己的亲生孩子下手 小弟将刀扔到贤猪眼前 让他杀了恩惠 就能保住自己的命 但是贤猪怎么可能照做 他拿起刀开始奋力突围 但是因为寡不敌众 贤猪很快就被控制住了 最后 钟上用一场巨大的爆炸 送了贤猪和恩惠最后一程 知道真相的舒西 对着监视器拼命开枪 之后又将枪口对准全部掌 得知钟上正带人在一栋楼里做交易 舒西立刻开车赶了过去 他将车停在对面的天台上 之后一脚油门冲了过去 看着从天而降的汽车 大家开始疯狂的扫射 却不料 舒西早已悄悄下车 端起机关枪 对着他们一阵吐吐 这几个小渣渣完全不够一盘菜 舒西很快就把他们都放倒 他又去楼里找了一圈 终于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钟上 钟上告诉了舒西 自己正式杀害他父亲的凶手 原来那一晚 是钟上和大壮一起去了他家 用石锤活活捶死了舒西的父亲的人 正是钟上 痛苦的舒西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这么爱他 钟上却要这么残酷地对待自己 舒西拔出腰间的长刀刺向钟上 虽然舒西已经拼尽了全力 但是钟上的身手也不简单 几招过后 他并没有讨到便宜 舒西早已抱定同归于尽的决心 他抱着钟上 冲碎玻璃摔到了一楼 钟上被赶过来的小弟们救走 舒西一瘸一拐地向他们追过去 却被一辆突然冲出来的汽车撞上 钟上一伙人抢了一辆公交车逃走 舒西不愿放弃 开车追了上去 他用斧头劈开挡风玻璃 整个人坐在引擎盖上 舒西单手朝后操控着方向盘 双眼死死盯着公交车前进的路线 之后 舒西瞅准机会跳上了公交车 他从车尾顺利进入车厢 之后在车里再次大开杀戒 小弟们被舒西轮番放倒 但是钟上却要难对付得多 交手了一会儿 舒西就被钟上的尖刀砸上 瞬间血流如注 眼见形势对自己越来越不利 舒西心一横 一刀扎上司机的手 公交车失控 和一辆轿车对撞 翻倒在马路上 舒西艰难地爬了起来 拎着斧头走到钟上身边 钟上胜利者般吹起了口哨 舒西仿佛大梦出行 挥刀砍死了他 警车快速地包围了他们 舒西凝笑着走下了车 从这一刻起 他已经彻底蜕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恶女 本片是导演郑炳吉 继《我们都是杀人犯》之后的又一例作 恶女在嘎那首映时 获得了四分钟的起立鼓掌 足见影片的感染力 毫无疑问 影片释放了动作电影爱好者们 最原始 最纯粹的需要 本片既没有采用简单的线性叙事风格 而是十分直接粗暴的 以一场第一人称视角的长镜头动作戏开场 不过不得不承认的是 电影里精心编排的动作镜头 令人印象深刻 对比之下 看似复杂实则单一的剧情 则显得颇为尴尬